电子负载在工业中的应用可说是非常广泛 这我们其实从欧姆定律V等于IR来看 就可以略知一二 因为不论是电源V或I 都需要对负载R进行做工 才能形成实际的应用 不然整个电子系统所需要的电源 将不是为零就是无限大 根本也就谈不上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工作系统 而直流负载简单来说就是电阻 我们不可能为了我们的应用 准备所有种类的电阻 因为那将会需要一个巨大的仓库才存放的下 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模拟成所有种类负载的装置 也就是电子负载了 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电子负载的四个最常见的工作模式 以及我们将用这个SMU模组来实现这四种工作模式 最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些实际的应用 让您可以更有感于什么是电子负载 因此别走开 记得把影片看完哦 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电子负载最普遍的应用模式 也就是CC模式 CC模式顾名思义 就是固定电流的模式了 负载定电流模式 意思就是不论我们提供给它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它都会抽取一个固定的电流值 这种负载模式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应用 就是用来测试电池的容量 例如我们可以以100mAh的固定电流值来对电池放电 看看一颗电池多久会把电放完 把这个时间乘上电流 就是电池的额定容量了 电子负载的CC模式 其标准的特性曲线 基本上就是一条无视电压变化 固定电流的直线 因此才称为电流恒定嘛 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 CP模式就是一条在电压设定值上的直线 这样实际上的动作就类似于一颗基纳二极体 意思就是只要电源电压大于设定值 不论电流为何 电压都维持恒定 而CR模式 这是一条随着电压及电流的上升而上升的线性直线 因为如果在输入电压上升后 就需要加大抽取相同比例的电流 才能维持电阻为恒定值 而CP模式呢 关于曲线中有一段平值的部分 这是电路中的某种临界值 在此我们不做讨论 CP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CR模式 因此随着输入电压上升 电流就必须要有相同比例的下降 这样功率才有办法维持恒定 在了解了这些关系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这些模式又该如何实作呢 事实上 一般透过电子电路来制作电子负载 都是透过控制电压和电流值 来模拟不同的负载条件 并将所吸收的能量转化为热能消耗掉 而不是透过电路来制作实际的电阻 而常见的电子负载 大多是以电压的形式输入 所以我们只要控制抽取的电流值 就能实现负载调节 例如输入电压5V 712mAh 等效电阻是7欧米左右 如果输入电压不变 但把拉载的电流调到2A 等效电阻就会大幅下降到2.5欧米左右 因此透过电路控制来实现电子负载 4种工作模式的概念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以下 第一 CC模式 CC模式就是 先设定好一个电流之后 无论输入电压怎么改变 负载 都会抽取一个固定的电流值 2 CV模式 与CC模式不同 因为现实的供电系统 都会带有一个不定的输出阻抗 我们先随便假定一个值 以及我们的VSET设定目标 因此会需要先侦测一下输入电压是多少 再将电流调大或调小 来达成VSET的目标 3 CR模式 先设定好RSET的目标之后 需要同时侦测电压及电流值 然后试情况调整电流值 以达成RSET的目标 4 CP模式 CP类似CR模式 只是把电压和电流相除变成相乘 从上述的模拟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4个电子负载模式 基本上全部都透过调整电流值就可以实现 针对这个特点 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透过M1K 来实作这全部4种负载模式 因为M1K作为SMU模式 除了可以自由的控制电压电流输出之外 也支援第二项线的抽取电流能力 然而上述4个模式中除了CC模式 可以简单的透过设定固定抽取电流值来实现之外 其余的三种模式都需要严密的进行电压及电流的侦测 然后调整电流 M1K随附的APP基本上无法做到 因此就需要自行写程式进行控制了 然而有了上一篇Py SMU韩式库实作的经验 现在透过Python来控制M1K 简直是轻松的不得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试试各个模式的执行过程吧 首先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把它接到M1K上 正负两端为电源输入端 正端接到CHA 负端接地 然后透过这颗4.7欧姆电阻连接到CHB 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CHA来侦测电源电压 透过CHB来抽取电流 以便实现各种电子负载模式 因为CC电子负载模式 我们先前测试电池的影片中已经有大量使用过了 今天就不再重复进行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看我们先前的测试影片 接下来就先从CV模式开始测试吧 在实际的应用中 理解CV模式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它想象层次一颗理想的GNA二极体就可以了 只要电源电压高于VZ电压 那GNA作为负载 就会将高处的电压全部释放掉 我们现在将这颗18650电池接上后 执行CV模式的电子负载控制程式 画面上会显示出M1K的CHA CHB的即时电压及电流值 我们将CV模式的定电压目标设定为3.7V CHA侦测到的电压就是负载电压 因为高于3.7V 所以负载需要加大抽取的电流值 来增加电池的功耗 以达到电压设定的目标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 M1K抽取的电流到了-200mAh就停了 但这时的电压仍高于3.7V 这能代表几件事情 第一 就是这颗电池的内阻 以及连接阻抗 其实不高 因此抽取200mAh 只消耗掉 大概0.03V 第二 是负载的消耗能力不够 因为M1K最大电流 就只支援到200mAh 这样根本就不足以 把18650高于3.7V的部分宣泄掉 这样其实也无法满足于 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测试需求 不过这也只是个小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做个电流放大器 将M1K抽取的电流放大10倍 应该就能满足很多一般的应用了 这个电路的动作很简单 我们先把后面的电路拿掉来看 前面这个部分 也就是目前连接的这个结构 在CHB设定抽取的电流后 电阻的两端会产生一个电压降 再来接上后面这个电路 基本上就是一个插动放大器 用来将这个电压插 利用OP回缩控制 设定到负载电阻上 相同的电压 采用小9倍的电阻 因而形成放大9倍的电流 然后抽取电流的来源 由输入电源提供 所以整个电路就成为 10倍的电流放大电路 我们先用面包板来装一下这个电路 电路中的OP电源 由M1K提供正5伏电压 然后将CHA及CHB两个端点 接到减法器的输入端 然后再测一次刚刚的锂电池 加大电流 看看能不能达成VSET的目标 不过很显然 其实电流加大到2A 我们仍然无法将负载电压 拉载到相符于VSET的目标 这只能说明这个电池的特性 真的不错 即使我们加大了电流 电压损耗依然非常小 从CHA和CHB两端的电压差 和空载电压做比较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从电池到负载间的总阻抗 只有大约0.13Ω 在这样的条件下 如果要将这颗18650高于3.7V的部分卸载掉 电流就需要加大到大约3.5A才可能足够 因此仍然是超过我们加强版CV负载的拉载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要放弃这个实验了吗? 当然不! 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个电流表也加入到电源的输出端 一来,验证一下我们拉载的电流真的有放大到2A吗? 二来,因为电流表的内组也分摊了一些负载电压 所以应该能让负载电压更接近VSET一些 启动拉载后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负载电压 已经被调整到VSET设定值的附近 M1K的电流大约是144mA左右 而且电流表显示的拉载电流也真的差不多就是10倍 总之在这样的条件下 负载端果然就能达成VSET的目标啦 从这些实验我们可以了解到 CV电子负载除了可以测试供电系统在特定负载条件下的最大电流输出能力 可以测试电源的供电稳定度 可以测试电源输出阻抗 甚至是当作大功率的ZINA二极体来使用 总之只要您的实验合乎理论 电子负载几乎都能成为您测试中的可靠工具 再来我们简单谈一下CR和CP模式吧 其实在理解了CC和CV模式之后 电子负载的主要行为模式应该已经大致上都清楚了 CR模式的实作方法是将CV模式中 只侦测电压来调整电流的方式 改为同时侦测电压和电流 计算出等效电阻值 再根据这个值来调整电流 并重复这个过程来达到Rset的目标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想象成是一个可变电阻 而且具有极大的功耗承受能力 这是一般可变电阻无法做到的 因此CR电子负载的应用范围可说几乎是无限的 最后CP模式则是将CR模式中的电压除以电流的方式 改为电压乘以电流来计算出功率 然后根据这个值重复调整电流以达到Rset的目标 这两种负载模式的原理 我们大概就介绍到这边了 不再多做测试了 最后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比较贴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我们先将这个电路制作成模组 因此这就是个仿大10倍电流的电子负载模组 我们可以将它直接插入M1K 然后我们要来测试的东西是 USB线 我们现在要用M1K工作在电子负载的CV模式 来测试这些线材的好坏 我们统一用这颗充电器来供电 虽说一般USB充电器电压都会略高于5V一些 但因为插上装置开始充电后 导线承载了电流 所以不同品质的导线就会造成不同的电压损耗 因此我们可以先来试一下 如果负载电压就设定为5V 看看这几条线在供电上是否会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用这条 有品牌 但看起来一般般的线 把它接上负载后 执行CV电子负载的程式 要先把定电压的目标设定为5V 然后在我们逐步加大电流的过程中 电压就会下降 所以它降到5V的时候 电流数大约是 因为电流会放大10倍 所以实际电流大概是810mAh左右 现在我们换这一条 一看就觉得很虚弱的线 但是相对的它的长度很短 看看电流数有没有什么差别 除了它的电压看起来相对不稳定之外 它的电流数也很明显的低了很多 大约只有 大约只有200多mAh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 USB线材对充电电流的影响可是很大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来测试这些线材 考虑到一般USB充电器的额定输出规格 通常是5V正负5% 也就是4.75V到5.25V 所以如果电压低于4.75V 可能就有机率完全无法充电哦 因此这次我们可以将 负载的定电压目标 设定为4.75V 看看每条线在大电流快充的时候 极限电流分别是多少Ah 一样先用这条i-lecord的线 电流大概是1.4Ah 再来是这条很虚的线 它的光是接头就非常松了 电流数只有250mAh 再来我们用这条GoPro的线 感觉很短很粗 但是它接头也是有点松 但它的电流却可以稳稳的超过2Ah 再来我们试一下这一条 我老婆不知道跑到哪里买的线 线很粗很长 电流表现就普普通通 大约是900mAh 最后我们要试一下这一条 多功能的线材 电流大约是1.1Ah 从这些测试我们就可以知道 下次如果再遇到手机充不了电的情况 不要急着认为是充电器或手机坏了 也许可以先换上一条短小且粗壮的USB线试试 情况可能就不同了 经过今天的影片相信大家对于什么是电子负载 以及它们的控制原理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吧 我们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